滑板新手不懂規矩逆向了 因此跟其他玩家爆發衝突 滑板練習場 兩名玩家靠得很近 但他們不是在切磋招式 而是在吵架 右側這名男子一把火上來 動手推擠 對方不斷後退 試圖平息戰火 但男子不但沒罷休 還一把抓起對方的滑板 暴衝做事追打 被害玩家趕緊拔腿狂奔 從玩滑板變成玩鬼抓人 場面超級火爆 滑板運動近年在全球各地 越來越盛行 甚至登上奧運殿堂 成了比賽項目 在國內也是 不少玩家會在街頭練習 更多的會選擇到公共場地 像是台北市新生橋下 就是北部地區著名的滑板勝地 但這裡屬於公共場域 新手老手都能來滑 素質難免参差不齊 沒搞清楚潛規則 就容易引發爭議 當天發生衝突 動手的零性玩家 認為對方是新手 他說 搭同個方向玩板 你為何要逆向 就你最特別 不過被害玩家沒有多加理會 進而爆發 推擠衝突 被害玩家並沒有受傷 因此動手的零性玩家 被依恐嚇維安罪 判處拘役30天 得一顆罰金3萬元 明明是滑板同號 沒有理性溝通 而是暴衝動手 也讓優質休閒活動 徹底變調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